做題目 現在就開始有別的東西進來 也就是別的東西的比熱就要放進來 質量一公克的鋁 溫度上升一度C 約需0.2卡 這一句話就是告訴我什麼意思 就告訴我鋁的比熱多少 0.2 然後呢10公克 10卡的熱量 可以是一公克的鋁升高幾度C 所以公式還是一樣代H等於MxΔT 那麼 按據題目上面所說的 質量一公克的鋁上升一度C 需要0.2卡 就表示比熱0.2 代公式H等於MxΔT 熱量叫10卡 質量叫一公克比熱0.2 問ΔT溫度變化幾度 算出來就叫做50度 所以答案就是50度 OK 這就是一個簡單小問題 那麼下一題 現在告訴你鋁的比熱 然後給初溫 然後給30公克 給9卡 請問你末溫是多少 末溫是多少 還是一樣代公式H等於MxΔT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可愛小女生有嗎 這個人不在對不對 五小姐不在 這個小姐在嗎 這個是男生 有女生嗎 這個是家恩同學 睡著的家恩同學 你要站起來跟我說你不會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來 末溫是T 就是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高溫減低溫 就是T減掉我的初溫30 25 所以H等於MxΔT 有9卡 質量叫做 那個30 然後比熱是0.03 然後高溫減低溫 T減25 後面就數學 認真努力做 答案就叫做35度C OK解決 好再來 那40公克的某物質20到50 需要108卡 那麼比熱多少 一樣的公式 位置數不同 現在的位置數是在比熱是多少 那麼這樣子是多少咧 來可愛大帥哥有沒有 帥哥加明 加明 你的答案算完了嗎 來 趕快算一算 應該很快算完了嗎 MxΔT就算完了 應該不會太困難 你的答案有多少 可以了嗎 有答案了嗎 還沒有 再撐10秒鐘 9秒 8 多少 0.0 9 很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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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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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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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OK